大家好 历秋过后 周夜温差大 灶气上升 在饮食上应该以清热结束为主 同时吃一些滋润补水 养胃生津的食物 今天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历秋过后 多吃四样 少吃三样 避开秋老虎 健康贴秋瓢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多吃的第一样 山药 山药营养价值比较丰富 口感软弱 胃肝性贫 平时都会拿山药来炖汤煮粥 或者是清炒都很不错 山药中含有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物质 能够很好的健脾养胃猪虾化 特别适合因为干燥的天气 带来肠胃不适的秋季 多吃的第二样 梨 梨有风水梨 秋月梨 贡梨 雪梨等等 这些梨都是秋天的时候上市的 梨吃起来香甜多汁 水分 糖分 都非常的丰富 很易被人体吸收 秋天的气候非常的干燥 不管是皮肤 还是身体 都是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 都是一些梨子能够很好的 生筋 润灶 润喉 清热 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维生素 第三样 就是 莲藕 八九月份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季节 莲藕分为 脆口 和粉糯口的两种 可以用来煲汤 凉拌 做藕盒等等 莲藕的吃法可就太多了 现在就正是新鲜上市的时候 更加要多吃一些 除了因为莲藕是当季要多吃 其也有很好的食疗作用 含有的丹磷酸 植物蛋白质 膳食纤维等等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 清热 凉血 提高免疫力 等等好处 第四样 黑芝麻 黑芝麻是草本植物的种子 含有脂肪 核黄素 钙 铁 也新 甚至还有膳食纤维 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食物 秋天是适合进步的季节 多吃一些黑芝麻 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脂肪 维持保护骨骼密度 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一些 可以把黑芝麻 打成粉糊 冲泡酒来喝 也可以做成点心馅料来使用 烈秋后要多吃的 四种食物就介绍完毕了 有那三种食物烈秋后要少吃 第一 生姜 烈秋之后天气干燥 但是因为暑热还在 这个时间最容易发生身体燥热的情况 而姜是属于一种辛辣的食物 在这个时候 吃姜 会加剧人体湿水干燥 甚至有的人还会出现 皮肤过敏的症状 所以 历秋之后要少吃生姜 第二要少吃辛辣的食物 虽然刚刚入秋 但是天气还是又干又热 这时候 人体就会容易受到秋燥的影响 口干舌燥 干咳 少痰等等 这些不适的症状 如果这时候吃辛辣的食物 会加重秋燥的症状 因此 入秋后的这段时间里 少吃辛辣的食物 注意保护身体健康 以免秋燥伤身 第3要少吃的食物就是西瓜 尤其是冰镇的西瓜 一秋之后 早晚有一丝凉意 西瓜属于含凉的食物 吃太多西瓜 脾胃就会虚弱 消化系统紊乱 这会给肠胃造成刺激 容易引起腹泻等一些 肠胃疾病 因此 立秋过后 要慢慢减少西瓜的食用量 在秋季天干雾燥 不仅身体会有不适 心情也容易感到烦躁 情绪不稳定 在饮食方面要多加注意 印记而使用 补水滋润的食物 让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健康平顺的度过 换季时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